凯米台风侵袭 而台中北屯唯一被划入土石流前市区的明德里 也响起了警报 甚至停电 25号傍晚进行撤离 26号白天警报解除 民众回家探视灾情 不过沿路也出现了土石崩落 与竹林树木倒塌 挡住车道 现象还生 滚滚黄河水势不小 这里是北屯区唯一被划进土石流前市区的明德里 昨天傍晚预估凌晨的雨量将徒步500毫米 恐进入红色警戒 去公所进行劝导撤离 去公所有来把我们叫我们去公所六楼避难 有亲戚的话就去亲戚那边避难 到下午5点时候 针对五屋的保全户 针对疏散撤离的劝导 那傍晚前他们也愿意先行离开自己的住家 一亲去做住所 那今天早上陆陆续续游几户回来观察自己的房屋状态 凯米台风昨晚离海 经过一夜强风奏雨 家门口吹来树枝落叶 幸好今天中午也解除土石流警戒 不过一路上还是灾情不断 东山路上就发生了山崩 树木掉落车道露出土石 触目惊心 再往上走 通往新社的这条明星巷 更是整片竹林倒塌 车子要经过都得靠边走 那边是树了 也是倒了 所以说我回头从这条路下来 回家的路好艰难 就担心风继续吹下去造成危险 前一晚甚至还有电线杆 被整根拦腰折断 造成300多户停电 昨天一整天有陆陆续续断电 影响用户整个明德里将近三分之二的用户 有短暂的停电 有少数的用户到今天早上 目前也都还是没有电的状态 一场台风打乱平静的生活 只期盼能赶紧完成修复 回归正常日子